音乐 哇 这里好漂亮哦 想不到山上竟然有那么美的花海景色 这片山崖是我族代代相传的花园 而且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朵盛开 所以被称作彩虹崖 你闻到好浓的花香哎 我的花很不明 哈扑 哈扑 咕咕 多多利说想要送一朵花给咖啡儿呢 谢谢你 多多利 多嘞 多嘞 怎么突然间吹起了怪风啊 哈扑 你是什么人 我听说 曾经有人在纳姆塔热圣行的地区 目击过天上出现了像龙一样的生物 一群无知之辈 我乃半龙族战士 魁 半龙族 听起来一点耳熟啊 你跟纳姆塔热 或是黑物质之间有什么关系 看来你们已经从法牙尔那里知道了不少事 这个法牙尔可真是多嘴 原来你是法牙尔的同伙 你们对胡泽祖所犯下的罪行 今天我也要你一定偿还 口气不小 那就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少本事了 真麻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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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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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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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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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哼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 你居然能把我伤得那么重 想不到大帝之石的力量那么惊讶 什么 那个就是大帝之石 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 葛飞儿 你 闭着家伙 知道我失败了 就立刻让他的新宠物行动了吗 哼 下一次再好好跟你们算账 被吓得想逃跑了吗 得意忘形的家伙 看清楚自己背后发生了什么事吧 再不赶快回去 还剩下多少活人我就不晓得了 咱们后会有期 你们看 山里村的方向 冒出好多的黑烟啊 我们快回到村子里去 快点 可恶 真是卑鄙的家伙 请不吓人家伙 为什么会突然发生 这么大的火势 这一定跟那个半龙人 拖不了关系 那个是 凯 凯伦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几天 你到底都跑到哪儿去了 等等 艾斯翠德 情况有点不太对劲 烧吧 尽情地烧吧 把艾斯的人全都杀掉 凯伦 神我齐谁 我要一个打十个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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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下来 直下来 凯伦 凯伦 已经没事了 姐姐就在这里 不要怕 姐姐带你回家 好不好 回家 好 姐姐 我们 我们回 姐姐 对不起 我们回不了家了 主人才呼唤我了 我该走了 姐姐 凯伦 凯伦 姐姐 姐姐 凯伦 艾斯翠德 是我 艾斯翠德 我是尼雅 尼雅 不要紧 我们正在帮你治疗 凯 凯伦她 凯伦 她已经离开了 你先把伤养好 其他的事先别多想 艾斯翠德还好吧 她的身体还有些削弱 不过已经脱离危险了 为什么人类 会有那么多的仇恨 甚至互相残杀呢 艾斯翠德 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我从山立村的古籍中 找到了一些线索 配合我手上的资料 比对出了可能是 其他圣物的下落 哦 说来听听吧 传说在远古雨前 南方的暴风族 一度变得非常强大 经常四处侵略其他部族 就连山立村 也曾一度受到威胁 后来四女神亲自出手 惩罚了暴风族 将原本流进 领土内的大河之水抽干 变成了恶劣的峡谷地形 而当时领兵作乱的暴风族组长 也被惩罚其血脉将有事受到阻证 所以你认为 当年暴风族 就是借助了圣物的力量吗 不无可能 嗯 既然有线索了 那我们就继续追查下去吧 我阿尔克里的朋友 我有一个不情之情 希望你们可以答应我 大巫师请尽管说 我希望你们能够让塔塔莎和多多利 加入你们队伍 嘎鲁 那个狂妄的半龙人 还有放火的混账家伙 我们山里村的每个人民 都不会放过他们 我将托付他们两人 为我族完成报仇血恨的使命 哭哭哭哭哭咪 哭哭啊 你们两个 要好好地照顾彼此啊 嘎鲁 我明白了 伯伯可大巫师 但在这之前 请让我们先确保村民们 都平安巫师以后 我们再离开吧 嗯 谢谢你们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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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